中文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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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怎么写 没错 当年我不知道 小女孩 还是我uncle的朋友 都竟然会这样对我 因为他们就觉得 你真的 懂得都不过了 人家个个都过了 你这么笨 这是我入行以来 第一次 就是已经有这个感受 原来这一行是有些东西 跟我读书的时候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你当时去选美的时间 有没有优势呢 因为始终你有拍过东西 有拍过东西 其实比其他女孩 应该优越一点 是 你说得对 起码我懂得看镜头 起码我知道 我是怎么样 我是最美 这是真的 因为我拍广告的时候 很多摄影师都会教我们 或者告诉我 你要怎么样看 你怎么样漂亮一点 你怎么笑发 但是最主要我觉得就是 我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呢 我是当做show 我是没有想过赢的 因为我觉得 我那一届的女孩很漂亮 很多都很大方 很成熟 有些又很漂亮 我觉得我是一个小妹 我根本是想着拿一个经验 就是很想去试一下 在台上走是怎么样 所以我整个心态 觉得自己在走Catwalk 我是一个表演 我是没有一个比赛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 令到我赢的原因 就是我一点都不紧张 就是比如何首信问我聊天 我是紧张 但是我都会觉得 我一种表演 或者我当平时上学 上台用这个心态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永远那些人经常说 比赛要赢 你经常抱着赢的心态 反而是会输的 太紧张 因为太紧张 因为你出来 整个样子都崩溃了 而且你太不自然 但我不是 我当没有什么 我当出来一个表演 一个做show 所以可能我会这样赢出 所以当思怡说 我是贵军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过 恶势而不是马 这么多人这么漂亮 为什么是我 那个冠军是高丽雄 高丽雄一定是冠军的 她的身形各方面 还有她那个红色的晚装 你真的很义性 你知不知道那一年 我太记得了 因为年年我们有个伯母 她有个别墅在马湾 每年的这个节日 是节日来的 香港小姐 我们几家人一起来看 是这样的 所以你记得那天是怎么样 记得 很记得高丽雄一出 那条红色晚装 是不是做马的 是这样的 她是shocking pink 配上她这么白正的肤色 真是美得 但你当年也是大热的 虽然隔了这么多年 我也是很深刻印象的 选了之后 那个工作和活动 是不是更加精彩呢 比起你知识 是呀是呀 很精彩 很精彩 但是有一样东西 大家不知道 我赚的钱就惨了 少很多 收入就少很多 大家都会知道 无线是很紧张 但一定给到 一个知名度来 是的 就给到一个知名度 但是知名度 因为我们当年是这样的 透过一年的港姐 什么都不能做的 是不可以做的 签了约 因为他们很保护我们 保护我们的形象 所以我们只可以去 他安排的展彩 他安排的各样的亲善服务 但是就算展彩 当年都没有钱的 我不知道怎么办 是不是真的欺骗你们小孩 是的 真的欺骗我们小孩 真的没有钱的 我展彩 然后给我们金教权 也是假的 我听过你一个访问 你还给它当 是呀 是真事 所以是没有钱 我以为你没有钱 金教权 可能是金的 当给我们的礼物 谁知道原来是假的 我最记得 所以反而选了面Song Kong之后 哇 收入大减 我以前拍广告 是很开心 就是可以赚很多钱的 当年的广告是 收入是怎样的 800元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吗 是的 最几乎是四个小时 就是说 它是短钟的 不是短钟的 是短钟的 我是拍 我是拍那些硬照多的 当年 硬照呢 就是比如拍果汁 或者拍衣服 那就是800元一个小时 最少四个小时 是 那你想想 已经3200元了 哇 当年3200元 当年3200元 所以我当年 我最后那年 我是自己养自己 自己给学费各样东西 跟着呢 Agency 是抽20% 是 那你想想 我都有几千元落袋 是呀 那如果我拍TVC呢 更贵 拍TVC 我想几千一天呢 我都不记得了 起码都double了 是呀 硬照都800了 是呀 起码好像2000元一天 嗯 2000元一天 有时拍一天 有时候呢 有些 当年的广告呢 很大制作 我拍过一个叫做 阿大同埋 很有趣的 还有那些人 现在你们都认识的 很多 都是以前我拍广告的 是 总之不要理了 总之就是 以前拍广告的人 现在很多都是在做电影的 嗯 那那就2000元一天 我拍海洋公园呢 拍两天 那又应该是4000元 但是你都拆不了很久的 你说 就是做了香港小姐之后 那个收入败减 是啊 那可能是 一个月才得 你一个广告的那个价值 是呀 是呀 绝对是呀 是呀 那怎么吃饭呢 那没有 那就是偷棄了 是不是 就是其实 无线会不会去供你 就是会有些subsidize 去资助一下 吃饭啊 搭车啊 那这样的就好像2000元 那然后宿舍大宿 好像500元 不知道600元 居马费那样 那你知道呢 以前呢 香港小姐一出 大家都会知道是谁的嘛 是啊 就算下船都认得的嘛 是啊 那你不可以坐地铁的嘛 所以坐的士 很大件事啊 很贵的 那怎么办呢 我记得以前 我曾经访问过 另外一个危人 也是港姐 他当然是下船 还有人记得 他说天天都是 问妈妈 没有散子搭车 哈哈哈 因为没办法 真的太少工资了 是啊是啊 都是这样的 我都是这样的 要坐的士 没办法 我最记得你的电视剧 也是每晚都追的 就是《性事故事》 是啊是啊 那时候跟郭仲安 是啊是啊 是很温馨的 是很开心的 就是很多年 但是因为之后 你就离开了《无线》 那去电影那个发展 所以离开 但是我最记得那一场 送机那一场 哎呀 你真的好看哦 你真的有看哦 是啊 真的有看 还有很深刻的印象 是啊 因为慢慢追的嘛 是啊 因为呢 我都挺大的冲击的 我自己来说 我不想走的 其实 因为你知道 我又不是一个很大野心的人 其实和当时我玩得很开心 就是我们《性事故事》 是一群好朋友 我是常常去啊 彭健身家里睡的 是啊 整群打地铺 打地铺啊 在家里睡啊 因为他们两个夫妻 对我们很好啊 所以玩得很开心啊 但是因为当年呢 就 刚巧我失戀 是 然后跟着呢 TVB呢 又不肯加我薪金 就是不肯加的 加的很少 跟我签约的时候 那我说 你给多一点点 你加多我五百元啊 就是每一年加多我五百元啊 他都不肯哦 就是我就很心灰意冷 觉得各样东西都不顺 就是我有失戀啊 我又公司又这样对我 就是你们都不疼我 就是你五百元都不肯加给我 那接着外面又有人招手了 就是知道我现在在谈 于是我就很大胆跳出去 其实当时我是很害怕的 因为我是什么都不懂 我是在TVB 就是大树音下 完全不知道外面什么事的嘛 但是有听到都说 外面都 怎么说的叫做 好运啊 不是好运啊 就是很危险 就是不是危险啊 就是叫做 很复杂 是的 当年因为出了很复杂的电影圈 但是我自己都都要试一试 所以那几集呢 我全部是真眼泪啊 全部是真感受 是呀 个个都不舍得的 我们观众看上来都是 很不舍得的 因为太温馨了 就是你们做得真是好似 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 和那个情侣夫妻 那个小夫妻关系 是做得很深入民心 是以前那些剧才会有这种感觉的 这个可能的媒体实在太多了 大家没有那么集中 以前只有两个电视台 那么集中去看 是的 在TVB比你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好像说的 就是那个知名度 还有是真的有家的感觉 是真的 因为始终我们在那里出来 还有这个城市故事 令到我是 就是当年我们是真的很紧密的 整班人 我们跟那几个女孩也很好的关系 每天都有 每天都要去录制 是的 是不是很赶的 就是好像每天上班那样的 很舒服的 是吗 当然了 舒服 我拍电视剧很多 因为 因为之后我都有出过去拍电视剧的 我记得 城市故事之外 我都有拍过电视剧 那么哇 拍电视剧就辛苦很多了 因为我就想起 其实做Sidcom是最幸福的 是 因为一帮人又可以建立到 他们的感情 还有我们早上六点 到晚上可能九点凌十点钟就收工了 嗯 那你出了 离开TVB这个大家庭 跟着就去了电影 或者其他的媒体去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你之前的 害怕那样东西 有没有发生过呢 很复杂的 那些 其实一定有的 不过看你自己怎么办理 我觉得 还有我也都很幸运 我就选了一间 一间经理人公司 就是艺能 签了艺能 当时 那个我的经理就是张国忠 那他旗下就有 譚宁论 刘德华 他们整班的 汤振业 他们整班的 那他们整班就是很 很男性化的一个公司 但是呢 有得好呢 我就受到很好的保护了 他们就很疼我 就是当我妹妹仔 很受保护 所以呢 我就不会经历到外面那些太复杂的事 因为我的经理人已经帮我挡了 是 在你拍电影的过程之中 有什么角色你会最深刻的 我自己觉得 深刻一些 好像你做过女警 嗯 是 是 旅警这个就OK了 因为我都要去接受训练的 是 是 我真的 当年 李修言 导演是真的派了我去 好严格 好严谨的 哇 闹到飞起 全场 那我就去过 两个礼拜进去训练的 就是一定要学识操 各样东西 所以呢 是真的很严谨的 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有两部 其中一部就是智偉那部的安乐战场 现在久不久很多人都去看 哇 你有没有看 可能有看过 但是不是很大印象 因为现在他可能YouTube又放了一些出来 是的 所以引起那些传媒又要再访问过来 又讲回 其实这部战场很好看的 是 大家我觉得是值得看的 因为是很现实 还有你没有想过智偉是拍一部 那么认真 那么写实的电影 那部战场 那部战场 我们在菲律宾差不多两个月 一个多月 哇 真的是 枪林弹雨 各样东西都有 那我自己在那部战场里面 也是最性感的一次 就是和一个菲律宾的演员 是做了一些 很亲密的 很亲密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是接受到的 因为我们的 叫做安全措施是做到足的 是 和那个剧情是需要的 是 所以我是不介意去做 当时 所以我觉得是 我自己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部战场真的很辛苦 大家是懒生懒小了一个月 是 就是不断是 和你是 我开窗 就是开那些 哇 变宁白兰那些 真的很害怕 就是一个战场 所以名字叫安乐战场 是没有改错的 在这么多年娱乐圈 有做过电视剧 有做过电影 会不会有什么人 你觉得是 最多谢他 或者是教你做戏 甚至乎 你叫做百乐 嗯 我想我多谢 是我的经理人 张国忠 真的 因为他是保护得我很好 几次在台湾 我去工作的时候 是真的有黑社会 大哥呢 是会来 就是想搞我们 因为当年台湾是 很乱的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八几年 和九零年的时候 台湾是很乱的 很多黑社会 但是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和台湾合作的 所以呢 我多谢他 試过差不多两次 他都保护了我 让我不用被那些 就是大哥去骚扰 多不多这些情况呢 可能你就被保护那个 是啊 如果不被保护 你会知道的 真的会有的 绝对有 嗯 很危险 是啊 如果你不是有一个 真是比较有实力的 经理人去保护你呢 当年如果你一个女孩 或者没有支撑呢 去台湾这些地方呢 是很危险的 因为那些大佬呢 是个个人有窗的 不是说笑的 他真的夹你就夹你了 那真是幸好 就是 张国中就帮我 就是解围 就带走了我 但跟着之后 他们会怎样 我不知道 不知道会怎样 張国中我不知道 但没什么的 我想他们 男人用了 其他方式去解围 公开的秘密都知道 TVB呢 就是很紧张的 对于人工方面 是 离开了之后 你会觉得 哇 真的没有离开错了 有没有这些 有绝对有 哇 原来外面 哇 真的差很远了 整个感觉 尤其是拍电影 拍电影 又舒服很多 有很多人服侍 哇 以前拍电影 又有茶水 又有很多人服侍你 化妆 膝头 所以你觉得自己 真的好像有公主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坐在那裡 有人递一递咖啡喝 接着就买位了 打光灯了 你买去了 就是觉得是不同了 整个感觉 自己真的升了 除了刚才说的电影之外 还有没有电影 会令你很深刻的 有 有一部也是 跟譚詠麟和洪金宝拍的 是 这部电影也都令我很深刻 因为呢 大哥呢 很懂得教人做戏 真的 对着他们呢 有时的电影 始终自己是新人 但大哥是一个很厉害 教人做戏的人 真的 他令到你很懂得入戏 他真的带了你入戏 那部电影呢 就有很多打的东西 哇 打到我呢 真的 是不是他教你 你没有道指述的那种 是 当然了 是 教你做个反应 各样东西 以及如何保护你自己 和你 如何设计 如何设计 就算那些叫 威亚 各样都 给到你很安全 但是 都是痛的 都是害怕的 有几次 都是害怕的 有没有畏高的 我没有畏高的 幸好 幸好我没有畏高 有几次你真的要硬吃少少的 还有打的地方 如果NG幾次 就要再打多几次 是啊 还有你打的地方 那么巧我们在一个 那些叫做 那些叫什么 地盘 哇 骯髒骗到不得了 又是骯髒骗 很多沙 很多泥 天天就是一砍一砍 頭一砍一砍 整身都是沙泥 所以拍戏就是会有这些 就会遇到很多这些 很不那么干净的环境 美丽背后就是这样 美丽背后就是这样 但是又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因为可以和譚明伦拍 又可以和洪金宝 这个很好的经验 稍后回来 继续和彤麗球波波聊聊天